这个小男孩和金刚成了拜把兄弟 甚至还把香蕉让给他吃 可人贩子却认为自己的胳膊长 想当着金刚的面把他拉走 眼看男孩越来越远 金刚一个重拳推轻 就把熊二砸得粉碎性毁折 好在这时熊大有了办法 他拿起棍子钻进男孩的衣服里 准备翘无声息地把他带走 可下一秒 金刚就一把把孩子拉下来 能让金刚生气 那么后果很严重 没办法 兄弟三人只能在这里死守 很快大哥就趁金刚睡着 拉起男孩的脚丫 想把他拽出来 可谁知大哥当场就被金刚抓得现行 只见他一个失火弓 就把大哥吹飞十米远 整个人直接卡在铁笼上下不来 这操作直接让侯小迪立马点赞关注 艾特最好的朋友一起看 事后金刚就把男孩护送到门外 临走时还恋恋不舍地看着他 可不幸的是 男孩还是被兄弟三人再次抓住 正当他们想开车离开时 竟然在路上看到了巡查的佛波了 为了不惹是生非 三人赶紧准身逃跑 可没想到佛波了还是追了过来 他们询问路边违章的小破车 是不是他们呢 可他不知道 这时小宝宝已经点燃了火把 看着男人奇奇怪怪的表情 佛波勒还以为他们有什么大病 转身准备离开 可在临走时 却感叹闻到了烤肠的香味 而宝宝也趁此机会爬了下去 眼看着大哥身上的伙食越来越旺 两人赶紧把大哥摔倒在地 然后用脚把大哥救了下来 虽然大哥还能走路 但这姿势明显是不妙了 与此同时 宝宝也掉进了一个女人的菜篮子里